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晚上好 我是弯弯 由著名演员侯勇宁静主演的 剿匪题材大戏《大西北剿匪记》 正在七频道热播当中 而且是五集联播 让你追到过瘾 追剧银行里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七频道微信公众号 追剧的同时将你和七频道 正在播出的电视剧的合影照片 发送到吉林电视七频道微信公众平台 并留下姓名和电话 就有机会获得由福林门家乡 为提供的老豆游一桶 每天晚上的十八点四十分 看七频道七天剧场 做幸运经理 明天就是周末了 过了这周暑期 可能就进入到倒计时了 赶紧趁着假期还有余额 夏季还有余温 跟家人们好好玩一玩 那今天我们的七天食堂 就要给你推荐几家 能吃到过瘾的好店 全部都是自助餐 浮相进浮相出的那种 而且这三家店各具特色 您要是有胃口最好都去尝一尝 那第一家当然要好好吃肉 不过吃法与一般的自助不同 这家是炭火烤肉 自助的风潮可以说是 再一次在长唇卷土重来 价格便宜这点我就知道 但是还有什么特点可以吸引大家呢 今天我就来看一看 食材都比较新鲜都是当天的 味道挺好的挺新鲜的 食材跟外面都挺新鲜的 看来除了价格便宜之外 更吸引食客的便是菜品的新鲜程度了 和一般的自助烤肉店一样 这家店一进门便是琳琅满目的各类菜品 从豆类到小食足足有百余种 足以满足各类人的口味 其实一般长唇的自助烤肉呢 都是电好的 但是他家不一样 他家是炭火烤肉 其实他家放菜品的架子还是挺小的 但是里面的种类还是很齐全的 吃自助呢就是有一点好处 就是你可以挑选自己想吃的 所以我今天我就选了三样 先尝尝这个手切鲜牛肉 我刚才吃的是没有占足料的 你就能吃掉牛肉它本身的那个香味 而且其实这种鲜的牛肉的做法呢 是最考验肉的品质的 咱家的肉都是早晨 我自己去市场献猪啊 因为卖肉得多 肉的质量也不一样 所以说只能是我自己去买 都是早晨买的新鲜的 除了菜品丰富之外 调料区也是十分丰富 为了满足大众的口味 调料区不仅有店家调制的秘质调料 还给食客们留有了自己调味的空间 我刚才吃这个没有蘸过蘸料的这个肉的时候 其实有一点牛肉的那个杉味 但是他家这个蘸料非常好吃 上来这个蘸料之后 就把那个杉味给掩盖了 而且他这个蘸料是有点偏酸偏辣的那个口味 吃起来很爽口很解腻 店里除了原味的牛肉外 还有各种腌制的肉品 正口难调嘛 所以说呢 我们就是为了让大伙吃的满意 所以说就是腌制了很多种口味 这个蒜香牛味条好吃 因为它是用蒜腌制的 所以你能吃到那种浓浓的蒜香味 而且它本来是一长条的嘛 这剪开之后变成这种一大块一大块的 吃起来特别过瘾 连着筋的地方太香了 吃起来特别耿 它跟那种纯肉的地方是不一样的 而且我觉得它这个腌制的很入味 不光是肉的表皮有那个蒜香的味道 你吃起来整个味道是很融合的感觉 因为我们从这餐饮行业十多年了 总体来讲就是在选肉 选调料 选纸原材料这方面我们挺专业的 只选牛身上上脑跟肋条 这两个部位最好吃还有最嫩的地方 这个肉是我刚才吃的这三种肉里面 最符合我胃口的 因为这个肉口感上是最嫩的 它虽然是嘎嘎肉 看起来块很大 但是它的肉是最嫩最嫩的 而且它的颜质的口味是有点偏甜的那种 口味没有那么重 吃起来就香香甜甜的 有点偏那种奥尔良的口味 而且它这个肉肥边很多 一咬的冒牛好香啊 店里除了烤肉以外还有各式各样的小吃 包括熟食 熏酱 水果 因为把烤制的过程当中 它肯定需要等时间 这是一定的 所以说有很多附加产品 包括水果 小食饼 海鲜 凉菜 熏酱菜 这些东西都是即食的 等烤肉的过程当中都会吃 这小龙虾看起来还是挺新鲜的 虽然说它俩这个小龙虾个头不算大 但是味道这一块绝对是够用的 又麻又辣 它俩这个锅包肉虽然说不是那种老式的做法 但是吃起来呢是酸甜可口的 而且外表这个面皮儿裹的是酥脆的 你看里面的肉也够厚 够大 过瘾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吃自助首先吃的就是菜品多 价格好 如果在这样的基础上 菜品还能保证够新鲜 那不仅是吃的过瘾 更是吃的放心 今天吃下来这一趟呢 算是让我对自助烤肉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因为这儿呢不仅价格便宜 而且呢肉品够新鲜 菜品种了还多 我觉得就这三点就足够吸引大家了 除了刚才王欣说的这三点呢 还有一个理由 让你必须去这家店里吃一次 那就是他们家呢 为我们的粉丝提供了超值套餐 连55元都不需要啊 如果你足够的幸运 只需要19块9就可以吃到炭火烧 烤肉自助 那赶紧小马进群吧 自助餐呢最吸引人的一点呢 就是不限量随便吃 每次去吃呢都有一种想把本钱吃回来的这种自信 不过像我们这样走小仙女路线呢啊 又不怎么能放得开的 真的害怕吃完一顿自助啊 胖个三斤五斤的 所以下面的这家餐厅呢 真的是咱们减肥人士必打卡的自助了 因为这家店能吃到肉味却见不到肉腥 这大热条文静胃口也太好了吧 也不怕上火 这大口吃肉的药 经鉴定 这位主播一点也不注意身材 我吃的根本就不是肉 这道菜呢是仿牛柳 这道菜呢是仿鱼去做的 你看这个牛柳啊从颜色到它的这个块的大小宽度 真的是非常小 像它这个鱼呢一看好像真的是一盘烤鱼上来了 包括它的鱼皮那个颜色都是用海苔去做的 真的可以说是以假论真了 这是一家素食餐厅 文静吃的这些像牛柳鱼一样的菜 其实都是用大豆蛋白做的 所以吃这些它根本就不担心长肉 大豆蛋白也叫素肉 在素食中主要用来做仿昏菜 很多人担心长期吃素食会营养不均衡 那大豆蛋白就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它是很好的蛋白质补充品 其营养价值是可以和优质肉类媲美的 虽然不是真肉 但经过大厨精湛的厨艺 足以以假乱真 不仅形似 而且未美 现如今素食者越来越多 更多的人选择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 就连这位明星也非常推崇素食 而这家店的老板对素食也有着自己的理解 我感觉就是吃素和吃婚的一个习性的性格上是有很大的转变 吃素的人性格不能太躁动 其实时间长呢 他素食的就是成为我生活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部分 这因为老板感受到了多年的吃素 对自己身体上心态上的变化 想让更多的人从中受益 所以在今年的三月份开始投身素食行业做餐饮 店里的顾客也从一开始每天五六十人 到现在每天三四百人 这种有机健康的生活方式 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 在素食馆呢 虽然吃到这种仿婚菜能够解馋 但是其实素菜嘛 尊崇的还是吃到那种真正的素菜 不是那种仿婚菜 那他们家呢 是以这个菌类为主打 那在菌类当中我们都知道 菌中之王是什么呢 就是松茸 看这道菜 黑椒松茸 很有那种西餐的感觉 而且他们家主打的是一种 意境菜的这种概念 松茸的这个菌味是非常明显的一种菌类了 它整个的口味呢 是那种甜甜的黑胡椒的味道 然后因为其实松茸 它本身那个菌味是特别大的 它这个料条的这个口呢 是把这种非常浓重的那种药味给盖住了 然后留住这种菌香味 吃素主打的就是健康 所以店家对于食材的选择非常看重 在素菜当中菌类的口感是非常好的 其营养价值也很高 这家店选择的是长白山野生松茸 价格昂贵 食用松茸能够很好地降低血液中的血浆浓度 保护肝脏 有一定的抗氧化 延缓衰老等功效 其药用价值也受到了大家的认可 这道菜呢 是金耳食蔬美人米 这个金耳呢 其实我们平时最常吃的像这个四川木耳 是那种偏硬的 然后像咱们东北就正常的木耳还有秋木耳 都是那种比较软的 它这个金耳呢 你看它那个是成醋的 你感觉这个金耳要比平常我们吃 像银耳啊木耳那些就是这种菌类 要更细腻一些 而且你会感觉它就是每一折都感觉它很薄 然后它没有我们平时吃木耳那么脆 这里面呢还有一种食材 就是这个俗称的美人米啊 是这个 但其实它根本都不是什么粮食 不是米 它是芡食 嗯 它是比较硬的 也特别像那种 我们平时喝那个珍珠奶茶当中的珍珠那种感觉 这个素菜其实我觉得是很好吃的 就它的味道啊 调的不是那么咸 淡淡的 然后能吃到各种蔬菜的这种清香的味道 文坚也是第一次吃到金耳这个食材 金耳是非常优质的菌类 其滋补营养价值优于银耳黑木耳 这样一道看似清清爽爽的素菜 其营养都包含在内 很多人都比较疑惑 素食馆的青菜和正常饭店的青菜 这不都是素菜吗 这其中有什么不同呢 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的食材 我们食材的产地 它都是说原成菜 也是个菌类 都是说古台山原成菜里嘛 那种魔物 还有西藏的这种金耳什么的 都不是从那当地市场上很能常见的一个东西 这不是蛋黄吗 但是他家不说素食馆是不含蛋和奶的吗 其实啊我刚才问了一下 这个不是蛋黄 它其实是芒果做的 这道菜叫爆浆芒果蛋 就长得特别像蛋黄 但其实它的食材是用芒果做的 这个呢是一种新型的一个烹饪方式 叫分子美食 它其实就是说分子呢 就是顾名思义 它是跟像化学啊物理是有关系的 就是它会有一些是化学反应 然后产生这种东西 比如说一个食材 本身是一个形态的 但是经过重组之后 会变成另外一个形态 不像我们传统一些做法 它就是这个食材是不会改变形态的 而且它的用料啊 包括这个食材本身 都会有精确的这个刻度 就非常精确 尝一下这个爆浆芒果蛋 有没有爆浆的感觉 它外面是捧了一层皮 然后里面那个打碎了之后 像芒果浆一样 然后这个芒果浆 就从这个捧的这个皮当中 就流出来了 流到你的嘴里 就是感觉很好吃 其实你就是在吃芒果 但是它就是 不像我们传统意义上 吃芒果那种感觉 就换那种方式 芬子美食是颠覆了传统厨艺 与食物外貌的烹调方式 至于这其中的奥秘 在这里还是留个悬念 但是在一家素食馆 可以吃到芬子美食 从这一点也能看出店家的用心 真一小钟呢 可珍贵了 其实呢 它叫促佛跳墙 佛跳墙我们都知道 都是很珍贵的食材 它也是 它是用了九种啊 非常珍贵的这个军类食材 像有竹孙啊 然后还有这个军中之王松茸啊 然后牛肝菌 羊肝菌这些 尝一下 而且它需要煲汤 两个小时啊 它的味道比我想象的淡多了 我感觉几乎的是不放盐的 就你能非常明确的清晰的 能吃到各种军类 交杂在一起的那个味道 就是这个军味是很香很香的 仅仅一小钟 却包含了九种珍贵的军类食材 虽然价格不便宜 但这素佛跳墙 也称得上大补了 这家素食馆呢 除了正常的点餐之外 在一楼呢 每天的中午和晚上 是自住餐的时间 那现在呢 是晚上五点多钟 一楼几乎是已经坐满了人 其实我们可以看出 越来越多的人 崇尚这种健康生活的 这样的一个理念 这是我的第一顿素食餐 你要不要也开启 你的素食之路 能把素食做出这么多的花样 真的是让我开眼界了 而且不仅素食的人 可以在这一家店啊 一饱口福 肉食爱好者 也完全能够满足口味 而且不用冒着发胖的风险 而且这家店 还为我们的粉丝 提供了超值套餐 每个人只需要九块九 前面的两家店呢 有专门吃肉的 专门吃素的 下面这家自住餐 就更丰富了 食令海鲜 全部都能敞开了吃 虽然价格高了一些 但价价比呢 还是非常优秀的 平时呢 在外面能吃到很多不同品牌的日料 有的日料呢 是资助的 有的日料是单点的 有的以寿司为主 有的以居酒屋串烧为主 那今天我们来到这个樱桃日料 这里做的是 会席料理 顺便请来了 樱桃日料的刘经理 所以首先我第一想代表 观众朋友们了解的就是 什么是会席料理 这个会席料理呢 就是我们以会席料理的表现形式 给客人完全的仪式感的体验 会席料理的表现形式 也就是说 会席料理是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形式 上菜流程 有上菜流程 对 所以就是在樱桃这边 或者说在会席料理这样的一个模式里面 也是有一个食物的味觉变化的一个曲线的 对 它整体的这个体验度呢 就是有高有低 再高再低 会席料理是日本代表性的宴请用料理 是宴席上所有料理的总称 会席料理的基本规格是三菜一汤 但是越到后来 规格也就越发上扬 从三菜两汤 五菜两汤 直到九菜三汤 种类越来越丰富 而且色 香味 气形也十分讲究起来 所料理的菜肴也是按菜单顺序 一道一道上桌 供客人享用 而且今天小强来品尝的这家日料店 不仅上菜讲究 而且食材也是非常高级 我们的纯的新西兰 翱翔 我们选择的口感产地 是纯原产地的 包括我们现在用的这个 蓝旗鲸枪鱼的这个大腐 配上这个筋膜 包括我们生食级别的这个 这个范利贝 口感的超级的这个爽脆甜 是这样 所以就是说这个店除了有会席料理的流程 并且还有市面上非常高级的食材 那我对今天这一顿真的是充满期待 其实有的时候在日料店用餐的时候呢 就是看到面前这么规矩的餐具人 不仅就会有这种就是很放松 然后很馋溺的这种感觉 有时候理论讲 就是我们对于这种果盘的存在 总觉得说 这不就是饭店送给首客的一个回馈吗 但在这种会席料理 其实这也是餐的一部分 所以用水果来打开自己的胃来 清理一下自己干涸的肠胃 太酷了 哇 这是前菜是吗 南瓜冻牛的感觉 马上大小章鱼 吃完酸甜的水果之后 然后碰上这种又有点甜 又有点咸的各式各样的小菜 真的又觉得说 好像真的是又打开了一层胃口的感觉 这个刺身看起来不一样 熬虾 这个虾真的是一般的店里不太能找的 看虾行不行 看虾头 看这个虾头的颜色就比较清爽 所谓日本料理中的高级食材 南极深海熬虾算是一种了 南极深海熬虾生长在新西南 和南极之间150米到650米的深海海域中 深蓝色的海域因为被合理的保护 而纯净透明 所以虾的品质优良 而且纯净天然 不受污染 而且从源头到终端 始终保持冷炼物流 是最天然的高级食材 太好吃了 中间里面是很有角头和弹性的虾肉中间煮干的部分 外面那个肉是有点软 并且入口很脆并且很甜 是那种海鲜本身的鲜甜的味道 蟹道 就是看着有点像湖北的牢骚 这种粘稠的液体里面 然后有白色颗粒 但是呢 入口的时候 你又能感觉到 里面有蟹肉的鲜和淡白的爽滑 这个应该就是刚才经理给我们介绍的 那种暖胃的羹这种产品 吃完生食之后 再加上这样一种暖暖的一个口感 真的会觉得说运贴了整个的肠胃 遵循会席料理的上菜流程 水果 前菜 刺身 以及暖胃的汤羹 都已经一道一道被小强收入腹中 但是身为东北人 豪爽的性格 还是忍受不了这种莫及的上菜形式 最终小强决定 还是回归传统自助料理 各种美食通通一起上桌 虽然呢我们这一次的会系料理 没有完全按照流程走 说白了就是东北人呢 吃自助吃到后面有点揉不住了 就开始就是啥玩的晚上上了 但是我们真的希望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可以在吃一些外来的食物的时候 稍微感受一下人家这个食物里面 流传的文化和流传的规矩 可能你就会吃出不一样的感觉 您的消费我来指南 这里是由福林门家乡味老豆油 独家冠名播出的消费服务节目 最期天老豆油老味道 由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发起的 万万没想到的吉林抖音挑战赛 现在已经开赛了 拿紧手机打开抖音APP 搜索警号万万没想到的吉林 点击话题再点击参与 就可以将您拍摄的视频上传 只要是关于我们吉林的美食美景美人美事 全都可以 而且参与就有机会赢万元的现金大奖哦 那本周的美丽吉林之旅 我和吉林卫视的主持人杨帆来到了风景秀丽的白山 山林的气息让我们真的不想离开乡村 那对于在这里生长生活在都市里的上班族来说 这就是石河远方 上期节目中弯弯带着闺蜜杨帆来到吉林省南部的小城临江 入住山水交汇间的小木屋里 我们已经到达住的地方了 哇 是外桃源 看外面 品尝三百度高温熬子上刚接下来的酥脆煎饼 一定要刚出锅就是 这个味道是最好的 而当二人还沉寂在长白山北茶的温润口感中时 一强之隔的院子里 人群渐渐聚集 变得热闹起来 你看前面好热闹 干什么呢 那是自助烧烤吗难道 有自助烧烤 还有这样的农家乐的饭菜 然后前面还有表演 走我去看看 仔细一看 原来是临江当地的艺术团正在这里演出 吸引了大家的聚集 我觉得阿姨们好有经济神 是啊 而在临近晚饭的时间里 除了精彩的演出 还有诱人的肉香在源源不断地吸引大家 自助烧烤 好嘴面团 都是我们的 开吃吧 开吃 大块的牛肉只经过酱汁的简单调味 直接放在炉子上制烤 而且不限量供应 再加上一桌地道的农家小菜 可以说是非常丰盛了 晚饭正式的 开始了 自助烧烤 分为比较好 然后我们的对面就是一座座的山 满眼都是绿色令人心情舒畅的感觉 这样的农家肉 原来你特别要跟我介绍一下 总共只有六样菜 我最起码都有三样我没吃过的 味解之谜 你这是豆子是什么 嗯 闻起来是这个发酵的味道 对不对 好像酸辣的那种味儿 对 它这个叫小豆腐 好像是鸡鸡菜 然后再跟豆腐就是给它打磨成沫 然后混合在一起的 就是我小时候 在爷爷奶奶家吃的那个小豆腐的味道 它这样一拌上 就把那个发酵的味道给冲淡了 然后它就会吃出豆腐原有的那个香气 口感上不仅仅是豆腐的那种软 加上那个菜 它那个口感就整个就丰富起来了 一口主食 一口小菜 看到弯弯的搭配 WiFi姐妹花的杨帆也不甘示弱 我说杨帆也太亲了 不过在伴着徐徐晚光和交织各样影出的氛围里 嗯 是 对 这个 真是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二人就变装了呢 难不成回到了清朝 我穿的是不带满足的服饰 我觉得我现在穿的一身非常的硬静 我觉得我好像身边多了一个丫鬟 我并不是丫鬟 我是趾高气昂的女青年 我们俩现在已经到了这个紧张富汗村了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美美美 看我们的对面 从这个门进来之后 就能明显感受到外面 和这里面是完全两个不同的世界一样 非常美丽的日光 没错 弯弯和杨帆的旅程 第二站就是在长白山脚下 仿佛桃花园一般助力的仙境地方 锦江木屋村 这算是比较传统的村落 然后有很多年的历史了 对不对 对 它就有将近三百年的历史了 伴随着这样的小雨 踏入这个神秘而古老的一个小村落 还看到了曹宝铭工作室啊 比较了解曹宝铭老师这个人 他是咱们关东满族文化的研究学者 我发现这个木屋的结构也特别的有意思 你看它都是用这种原木桩搭成的屋子 中国传统村落 锦江木屋村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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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是这个屋子的主人吗 对 是 算是这个村的老住户了 是吧 对 在这个村现在还有三代人 干餐饮和做事 木屋文化传博 木屋村因其中所有屋舍 均由木头搭建而得名 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历经七十年岁月而风姿依旧 是可以与北京四合院 云南竹楼相媲美的特色民居建筑 木屋文化不仅凝聚了 长白山临海下人民的智慧 也是研究长白山木文化的火化石 而于阿姨也担当了 为游客们解开木屋建筑神秘面纱的职责 木屋楼 然后横竖 你看啊砍一个凹槽 为啥要砍它 你放着它上面不动对吧 一圈整体全是横竖就这样刻起来 刻到够高以后 这位山必须得有这个坡 往下流水 然后上边弄好之后 再放上木碗 木碗 木头坯的 给它坯好了以后 再一层一层像百丝碗一样 也就是说所有的一个木屋的建筑里面 没有用一丁一毛 然后就把整个的用木材 然后把它建造而成了 对 怎么做消防方面的这种工作呢 不单独你问这个问题 好多客人来了都问 说木房不会着火 我们这么多年 我今年六十了 木屋春起火 有两次电起火 没有别的 就是说用火燃起来了 房子烧了 没有 没有外在明火引起的火灾 对 作为长白临海下的聪落 常年气候严寒 屋内有火炕却不易燃 炕和房的这个木头 木头里边要漫迷 也得留出相隔的空间 空间里边放上啥 石头和泥 搁起来了 所以这个木屋恰好 还不是说有火灾 那个隐患 木屋 木瓦 木烟囱 木栅栏 我们所能想象 一栋房子在今天所需的 全部钢筋水泥 在这里都被木头代替 它是整根大树 几百年 把芯烂掉了 酒掉了 然后上山找到以后 把它里边燃一下 烧一下就碳化了 用它的时候 不容易着火 所以每家每户 烟囱都是这个做 这个村全是这个烟囱 老祖庄留下来的 三百年历史 一直到现在 没有人用铁烟囱 或者是钻烟囱 没有 木屋的出现得益于 深处茫茫岭海当中 就地取材的方便 而在长白山脉的大地里 除了大量的木材资源 还藏着更珍贵的土产 你知道人参 在咱们东北来说 买游球世界来说 都是非常昂贵的药材 以及珍品 东北三宝 其中之一就是有这个人参 为了有一个良好的体验 不必去山上采人参 在这里就可以采到人参 这个就是深缘的主人 你好 你好 我们怎么才能挖到这个人参 那我给你挖一颗 你看一下到底它是怎么长的 这个人参因为它是原参 长得小一些 比较浅 是不是不能用什么工具 必须得用手 不是 它是不可以用碰铁器的 人参是不可以碰铁器的 因为是我们纵运去的 长得比较浅 手就可以给它挖出来 它是横着长的吗 对 是横着长的 肩儿呢也就断了 这颗人参也就是成熟的人参了吗 对 这个是原参 它的药用价值赶不上野山参 人参按照珍贵程度 因此为野山参 临下参 圆参 而圆子里正是人工种植的圆参品种 不过它对于生长环境的要求同样苛刻 这个人参它生长周期是六年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体验 可以亲手挖人参 咱们要去长白山 一是这个人参受到保护 咱都拉不到 而是很难去能够找到这个山参 对吧 对 我们两个已经踩到人参了 两人顾不上沉浸在第一次挖到人参的喜悦里 马上又被深远旁的石墨吸引了 我们这个是向往的生活同款哦 还有向往的生活同款驴 就是我在推的时候 它就有一个水窝 这个是玉米 然后下面呢就变成了玉米面 它这个玉米面是摩碗 你知道是用来做什么的呀 玉米面条 做那个玉米面的大饼子 我这都吃 但是你说这些好像很少都是那种满足的食物 我说一个当地特色 就是满足特色 有一个叫酸汤子 我不知道你感觉到生活 我没有 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个 其实就是用这个玉米面做的 吃起来 有一种发酵过的味道 特色的粮食的香味在里面 吃起来滑滑的嫩嫩的 然后感觉一出了 这酸汤就进到嘴里了 所以这也是满足特色的一个美食 也集合了他们人民智慧的所在 看似寡淡的玉米面条 实则需要经过六道工序 才能将酷粮变成入口滑嫩的美食 其中自然的低温发酵 就需要至少45天的时间 做这个吧 特别费劲 过去没有冰箱放在大自然里 就愿意搁到缸里崩起来 为了整个客人来了 拿出来说 过去嘛 没有就是细凉 咱们就是用玉米粗凉细做 即滑韵 又有咬头 吃起来 陪我一消化 我刚刚跟那个阿姨学获了一张 什么当地的村民 我今天带了海报来 大酱 因为很多人觉得 就是光吃这个 纯味的酸汤的 可能没有什么味道 是 然后呢 往里面放一点大酱 像我这种重口味的话 哎呀 一下子 过着吃 对呀 这一回的味道真的是太好吃了 我觉得我自己可以吃好几碗 真是一股 你的消费我来指南 这里是由福临门家乡为老豆油 独家冠名播出的消费服务节目 嘴七天 老豆油老味道 每天17点50分 打开电视 看这里了解一下 跟您有关 您必须关注的生活资讯 最近长春的展会有点忙 第12届长春民博会 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在1号至5号馆 展出四大名宴 四大名秀 珠宝玉石 木翼根雕等民间艺术瑰宝 本周末 5号馆还将上演民间艺术汽车摄影大赛 以及新能源汽车文化展示活动 而第18届农博会 今天也正式开始售票了 此次展会设立六大展厅 展现现代化农业的大官员 还有世界农业风情员 妙趣恒生 这些展会 您都打算去逛一逛吗 为给旅客提供更便捷高效的出行体验 长春龙家国际机场深入推广 五指化电节通关服务 接号由长春龙家国际机场始发 乘坐国内出港航班 且无需办理托运行李的旅客 凭借二维码电子登机牌 即可直接办理安检和登机手续了 旅客通过长春龙家国际机场微信公众号 航旅纵横APP 或所乘坐航班的航空公司官网 APP或公众号 或取二维码电子登机牌 凭二维码电子登机牌 和个人有效身份证件通过安检 好消息集2.3 近日国家事务总局印发 关于公布取消一批税务证明事项 以及废纸和修改部分规章规范性文件的决定 取消25项税务证明事项 包括纳税人享受有关税收优惠 需提交税务机关备案的个人身份证明 单位性质证明 不动产群署证明 土地用途证明 资格资质证明等 进一步提升纳税人缴费人 半税缴费便利度 增强减税降费获得感 具体项目可登陆中国政府网查询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网站8号 发布五则汽车召回公告 合计召回63万余辆汽车 召回涉及2019年5月6号 至2019年5月31号期间 生产的部分进口Lexus ES UXLS 及LC车辆 2017年7月25号 至2019年8月7号期间生产的 部分国产雅各汽车 2018年12月18号 至2019年1月31号期间生产的 福特林介汽车 2016年4月28号 至2018年9月20号生产的 部分国产奥迪A4L汽车 快看看自己的爱车 在不在召回范围 以消除安全隐患 公安部8月8号通报 从今年1月18号开始到现在 全国公安机关 共打掉各类民族资产解冻类 诈骗犯罪团伙284个 抓获犯罪嫌疑人3500多人 冻结扣押涉案资金超过6亿元 公安机关提醒 一 凡事打着类似民族资产 解冻旗号进行免财的 让你交钱的都是诈骗 二 凡事自称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干部 通过电话 微信 电子邮件 QQ等方式进行所谓的 委托 授权 任命的军事诈骗 三 凡事声称缴纳数十元 上百元汇费 就能获利数万元 数十万 甚至数百万的各类基金会 项目APP军事诈骗 记住这三条远离诈骗犯罪 通话 多云转小雨 22度到29度 白山小雨 21度到29度 岩极多云 19度到27度 唐白山小雨 9度到17度 天桥上的你忙着忙忙远方 想想许久不见的孤单流浪 公路消失的尽头留下你的方向 把票跟上的汗水全都遗忘 昨天的美梦我在宽后收场 把背包里的星光变成诗人的梦想 这一路有多美 这一路有多长 它提包了别人的光 为自己选择方向 这一路有多长 这一路有多光 毕竟一生只有这么长 便生命留个印象 剩下的缘总书就渐渐微凉 四季变幻望不了心中回响 有长热气散在那条老街上 没变扬 山谷的风势分外让人沉醉 迷失的海鸟青湖忘了忘痒 那家旧光可不要太早打烊 这一路有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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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请走白勇敢去闯 世音都一样漂亮 这一路有多长 那就是乱葮 以后 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